字幕提供 通通都藍牙的 可是買來三天就壞了 阿斌你在...你在幹嘛? 這是阿斌的千里傳音 但是阿宅忽然意識到 千里傳音不就戴上耳機就好了嗎? 戴上耳機還可以聽見這個 哇,這太狠了 蛤? 據說千里傳音要練個幾十年 還要看你有沒有慧根 但像這樣的藍牙耳機 台幣300多塊就有了 可是買來第三天就壞了 不過賣家到這誠信十足 馬上又補一個新的 舊的也不收回去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耳機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稍微檢查了一下發現 它電根本充不進去 而且充電燈也不會亮 然後充電燈在這裡 打開應該是會亮的 結果完全不會動 來電流計顯示 電完全沒有進去 一樣沒有拆過 打開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 這旁邊有一條縫隙 我用鐵板直接插下去了 撬開來看一下 現在感覺這個要撬開 好像比手機簡單多了 打開了你看 一個鋰電池再加一塊電路板 然後我發現有趣而是 現在電源插下去之後呢 有時候電會通 有時候不會通 那它是USB座接觸不良 讓我們把USB座的外殼 稍微夾一下 讓它增加壓力 哇還追望是手殘喔 怎麼把它夾成這樣 但是它好像就好了耶 還有發現一件有趣的事 這個開關是用磁鐵控制的 上次修洗衣機的那個 護耳感應器有沒有 這樣撞上去我們今天又成功了 欸不對等一下 電源接頭裡面那一片是歪的耶 這個不處理的話 可能又沒兩次又壞了 啊這邊沒有焊好啦 原來是這樣買到雞王了 沒關係我們來處理一下 這顆黑色就是護耳感應器 剛剛有沒有中間黑色那一片 歪掉了 欸還叫這個頭都歪掉了 現在該怎麼辦呢 這個重新再看過就好啦 欸這麼簡單啊 是啊 我們一起來試試吧 但是海階王如果事情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種東西你也敢破喔 根本就毫無技術可言嘛 但是這又清楚讓我們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維修不是每次都這麼困難的好不好 所以真的啦我沒有騙你 東西丟掉之前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說不定就撿到槍了 說不定就撿到槍了 清潔完之後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來我們把它裝起來好了 今天這個可能可以給它取名叫做發財接頭 就是隨便修一修就好啦 好我們再來試一下 裡面那一片會滑動耶 是沒有固定好嗎 那我們來給它調整一下看看行不行 欸壓下去電就通了 鬆開它就不通電了 這個接頭壞掉了嗎 但是我手上沒有這個接頭 又要等好幾天了 我又觀察了一下應該是脫汗了 幫它補一下可能就好了 等一下海賊王你那麼小的點 你這隻焊的上去嗎 唉唷你這個電池不用拆喔 好啦好啦只有3.7V而已 就讓我不專業一下嘛 不過說真的千萬不要去碰到那個電池喔 燒破了可能就著火了 那...那海賊王你在幹嘛啊 不是這樣我們又可以再拍一片那個滅火器的測試有沒有 好了啦收著收著焊好了我們來試一下 欸你看電流上來了0.14A 這樣應該就沒有什麼大問題囉 喔 多擦幾次保險一點 好應該沒有問題了 開始回裝 只有兩顆螺絲而已 這裡為什麼會有一根糖黃 剛剛拆的時候也沒有看見啊 這個我沒有注意到就掉下來了 我們再把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阿這個裝了回去喔 試試看便知道囉 那個不管拆什麼喔 彈簧飛出來喔 就是覺得很討厭 你看這樣子擦一下塞進去就好了 但是啊為了這一秒鐘 我花了半個小時呢 去測試找答案 所以多看海賊王一定可以省下很多冤枉路的 聽到這個啪一聲很開心喔 裝好了 你看現在插座正正的 蓋子也可以自動蓋起來 太棒了這應該就是他原本設計的樣子 我們把耳機放下去試試看 到底能不能充電呢 還有發現這個耳機應該也是磁鐵控制的 你說現在要拆開喔 不要啦等他下次壞掉的時候再拆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送電上去 讓他補充一下體力再來做測試 充電流是0.11A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充電燈也亮起來了 現在電源街頭這邊呢也很穩固了 那他可以啟動耳機了嗎 來我們關燈士一下看比較清楚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之後呢會發現 哇耳機會動了 剛剛那不是錯覺吧 欸真的耶真的會動了 嗯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淨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